那麼唐特約你出來 其實有些東西想請教你 你Human Design的type 是不是projector 你為什麼這樣問 沒有 因為我也是projector 又會這麼可愛的吧 你知不知道Human Design裡面 除了projector 之外 還有三個type 我還以為只有我個人知道 Hey, what time is it? 在Human Design裡面 四大類型本身是沒有的 為什麼會有呢 因為後來發現 Hey, 我們的九個能量中心 是可以很簡單地 透過我們理解人和人之間的氣場互動 去分辨到有四種不同的類型 這個是很有幫助 令我們很快去理解 Hey, 我們每個人 Hey, 有四個類型的人 跟我們的互動的方式不同 我們可以透過這樣去 互相理解大家 上集你講的profile 講得很細節 我忘了問一件事 其實我現在是四六仔 我這個profile 會不會跟某些profile的人特別配合 有沒有這件事 因為本身官方來說是有的 對, 譬如剛剛提到一三和四六 我也有很多四六朋友 一三和四六都是很相似的 為什麼呢? 剛剛提到一二三拗 四五六拗 一和四是一個混合 二和五有一個混合 三和六有一個混合 為什麼呢? 一和四的人 一和四都是本身有些不安全感 然後他想穩固一些東西 他實質上是這樣的 只不過你那個是開始向外國 似乎是在那裡 就是跟別人的朋友 而我呢 就是在知識上 或者在人生上 有些東西我們會堆積 所以我們有些東西會有一種叫和諧共振 我們有些東西 大家都有一種共同的能力 覺得我們都是要這樣的 譬如我和二就很不同 如果我和二的相傳就不是那種和諧共振 而是我們怎樣去大家互相配合 例如一三二四就是我寫完一個劇本 二四就是去演繹、去唱歌 那就很棒了 所以是這樣的配合 但是我和你配合 因為大家好像有一種共鳴的感覺 是多一點 因為我一三 三和你四六 剛剛說三和六 本身也是一種共鳴的 所以一三和四六就會很相似 那不是說我四六就找到四六就配合 這個也是的 因為這個本身你們會有共鳴感 所以本身同模式或者同哭 你都會說我也是這樣 自然也會這樣 但是當然就是看你是什麼情況 譬如我剛剛說一三二四的共鳴 就是我要找那個人演繹我的東西 我不是要找那個四六去幫我去宣傳 做什麼 所以有時候都是要看事情是怎樣發生的 所以我們做了這麼多次的不同的一些人的報告 看圖 我們發覺的東西 首先我們不要跌下去 就是我是不是一定跟那個模式或者跟那個 一定要配合 因為其實如果不是我們就會很容易 那我不是跟那些很不配合 但是其實我們要學習的東西就是 我們每個人如果活出自己的話 其實很多時候都不會是有問題的 明白 應該要跟所有人都合 還有有一個位置 其實我覺得Human Design很漂亮的地方 就是我們是透過認識不同人的profile 然後我知道怎樣跟他們相處 其實是多一份同理或者包容 所以所謂那個合 以前看星座就會這樣看 但是我覺得現在我們 大家都有很多的consciousness 其實我們反而是用一個什麼的心態去理解這件事 跟人之間的關係我們怎樣可以更加圓用呢 所以我們也有說過 中文常說知名和立名 Human Design很明顯就是知名的階段 但其實最重要它也有說的 就是我們怎樣不被制約 而又怎樣活出自己 那我們今天應該是看圖 但看圖之前應該也會講一下這個type 可以看那份圖 你會發現這份圖有很多空白 有九格的位置 有些是空白的 有些是著色的 你說中間的這個是不是? 是的 你看到有九格 一二三四五六十六個數量 九格是說能量吸心 這九格就叫能量中心 就是我們那個物輪的位置 在Human Design來說是有九格物輪的 著色的就是你天生會有的能量的地方 不著色的就是你來地球的時候 你需要學習 又或者你來到的時候 你很容易受外界環境影響 甚至乎可能在成長裡面 你學了些什麼呢 就是這個部分你會自動到出來 就是無論你是身處什麼環境 在什麼地方 那個能量中心 它都是持續地活動的 為什麼要講type的時候 就先講一下這部份呢 因為type就是講你的氣場 你的過劃是怎樣的 在我們的全球來說就分成四大類型 我和Dolphin就叫projector projector 投射一些東西出去的 是的 投射者 我們佔的人口在全球大概是20%左右 那麼少 20-20%左右 OK 會有升幅的聽聞 OK 隨著這個時間的關係 一些靈魂投身 投身去做projector OK Generator就有70%左右 接我吧 Generator就分了兩類 一個叫Manufesting Generator 就叫顯示生產者 那你就是顯示生產者 顯示生產者 另一個就是純生產者 projector OK 就這樣Generator 就這樣Generator 另外一個type就是Manufestor Manufestor就叫做顯示者 顯示者大概有8%左右 都是小數的原因 顯示者 顯示者 最後就有Refector 那就是佔1% 佔1% 對 你會看到整個圖都是空白的 不是 Center 應該judge慘 我第一個反應就這麼慘 不應該的 不應該的 對嗎 對 很獨特 通常叫Refector 就是全部九大能量的重身都是空白 但是它會有機會有那些 剛才你叫做圖上面的事件 也會有的 嗯 好 那我們可以封閉下去看看每個題目 OK 我們先說Generator Generator 就是100%佔70% 通常都會首先說 勞動階層 對 是Generator 很重要的 通常業力來說 他們在以前原本是用來做事的那些 為什麼呢 因為其中你會看到 由下面數上來的第二格的位置 它一定是著色的 是 你看到譬如我和Dolphin是不著色的 嗯 是這格 其他三個Type都是不著色的 OK 所以雖然有三個Type是不著色的 但是因為Generator佔了70% 都是佔了很大的人口 是 OK Generator是怎樣呢 就是它持續有很多的能量 因為我們也說過 這個位置上來的第二格 就是你的SEICO 箭骨中心 就是我們中國人說的丹田 丹田有氣 所以你們持續都會有能量 尤其是MG 就是Manifesting Generator 我們通常叫做MG 通常就是特別多能量 是的 因為顯示生產者 有一點像M的特質 就是你很想很快就要去做事 有一點衝勁和快一點 那會不會過度活躍的那些 多數都是MG呢 如果你用被標籤的方式 可能會變成這樣 我肯定是 被標籤或者如果我用現代的醫學去判斷 我小時候一定是過度活躍的 好 相對就是純的Generator 它就是少了顯示的性質 它就是沒有那麼充 但是它已經有它的能量在裡面 所以你會看到它們兩天之間 最不同的就是 你們會感覺有時候好像衝動一點 想快一點去達成 而做得真的很快 因為我以前也有一些同事 如果我知道那人急 我不會給其他人 我一定給了MG去做 至少他一定會做到 哦 了解了這件事也不錯 是啊 你點人做事也會 是啊 我們之前請人 或者去找人做幫手 夾人 我們經常都會夾圖 嗯 看看你是什麼人 是 看看是什麼人 看看我們其實有合盤看的 所以是很好玩 這個也挺像你說的地水火風相 差不多 你了解到那個人的性格 從而安排他做什麼position 是啊 我也有去看華德福那些小朋友 嗯 Generator 其實它的負面 就是說正面 負面 我先說負面 是的 它負面的特質就是furtration 嗯 為什麼呢 因為本身Generator就是做事 如果他做不到他很喜歡做的事 他會有一種很挫敗的感覺 很沮喪 很沮喪 很挫敗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 為什麼有些Generator 會沒有什麼energy 他一定是因為做不是他想做的事 是啊 是的 等於我有時候 以前做的那份工作也好 或者我做的那件事 如果我不喜歡的話 我就會借光 完全是沒有energy推動的 正面就是satisfaction 是的 哪一方面呢 自己很容易滿足 滿足 還有有一種 因為你做到一些事情 你就很有成就感覺得很好 是 OK 接著我們說projector 是 這兩個projector 是 projector有21% 是 很不同的 很多時候當人說projector 都會用諸葛亮去比喻 為什麼呢 諸葛亮就是被三虎草籠 通常你會發現projector很特別的特質 要被邀請 通常要被邀請 還有如果我 我不知道 待會有朋友可以分享 我小時候是很被動的 嗯 其實我想起也是做得對的 幸好 因為有很多projector 小時候主動的時候 不知為什麼 會有很多人聽不到他說話 或者覺得他說話是廢 或者是沒用 但是會形成了很多時候 小時候的projector 都不敢說話 長大了 開始他做到自己的時候 令自己可以發覺的時候 別人就會開始厭惠他 就有些像諸葛亮 諸葛亮又怎樣呢 其實他是想著歸隱田園 在田園而已 但是因為留給看中了他 然後覺得你成功 他又出來 其實他不會想做王者 不想做霸主 他沒有這件事 他只是想做好 就是這一刻 我想去指引大家去做那件事 所以投射者很多時候 都是被譽為是指導者 軍師 軍師 勞師 consultant 是 哦 那我明白了 projector是不可以自己 去好像我們那樣 去搞一些東西出來 他要找人等於邀請 剛才你問我 我以前是怎樣 那我就是跟你相反的 我就慘了很多東西 我的早年 因為我是一個很主動的人 我找到一些東西就很想做 其實很有趣 我以前的找工作 自己找的工作永遠都不會疼 我所有的後來的工作 其實全部都是朋友referral 我問你這個工作很適合你 那些通常都會疼 當我認識了人類童之後 我就會覺得 我真的明白了 我覺得完全錯了 好像之前會覺得 為何經常都會有一種 其實他形容為一種苦劫 就是會覺得 為何做很多東西都不被認同 不被接受 或者我好像很努力做一件事 或者我很想去做 但通常都會被別人 有一個沒有一個潑冷水 但做了一件事出來之後 其實是好像人們不覺得有價值 那一刻自己就很苦劫 那我就會覺得不要做 那如果projector 是我們認識的那個字projector 將東西放大 打到牆上 那其實會不會是 無論是工作也好 會不會情緒那些都會這樣呢 或者是其他東西都會 好像projector那樣 將很多東西都放大了 projector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為何他是一個軍師 一個指導者 因為他的能量場其實是向外的 他是很容易能夠看到別人是怎樣的 即是他是專注在別人 而多於自己的 很多時候 另一個角度就是 他的能量場有一件事 如果他主動的時候 他的能量場會專注在他們的心論的部分 其他人的心論 那別人會覺得不舒服 譬如我們可能看到一些狀況 可能只是一個善意的提醒 其實這樣會好些 可能我們很多時候都會看到 可以有不同的方式 尤其是早年又亂 即是說的時候 語言也好 也好 或者剛才說的能量的方式也好 其他人的接收就會覺得不舒服 其實我也沒有問你 你為何會說這些話 可能會有一種 Exactly 我有個朋友也是這樣 是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Pojeta通常 去到很多人的時候 他未必很舒服 因為他不知道怎樣去聚焦 好像他這樣投射 他在聚焦某個人 所以發覺通常 那些人要是Pojeta 去認識Human人 覺得這麼正 很少學說到這件事 就是為何有一班人 我去到一個公眾場合 其實很多人覺得不舒服 覺得好像 躲背會站在後面 覺得好像容忍不到 但往往你會發覺 有兩三個人 會走過來跟你聊天 又或者有幾個人 你都願意可以 好像有些connection 想跟他交流 慢慢就會變成很熟的朋友 反而那一刻 如果他看中了你 你就慢慢可以擴展 嗯 明白 他就是要收到一個很 而且那個邀請 其實是要一個很 很荒謬的邀請 嗯 不可以厚厚厚的來 這樣不行的 他很有趣的 譬如好像Generator 或者Angie也是 其實Generator 都是需要有一個邀請 但那個邀請 可以是 我看到有個liflet 或者我看到有個廣告 或者我看到一件事 咦 是呀 這個message來到 我回應 他叫了一個人回應 但是 咦 Valena 我覺得你真的 這麼有 你做這件事真的很好 很適合你做 不如你 我台上說幾個話 或者怎樣 其實你還可以選擇 你第一次邀請 你會覺得 其實他這傢伙都是 說一下而已 可能都不是的 還是先看好一點 其實是可以再等 你真的去到一個位置 你會感覺到 他是真心誠意 想邀請你的時候 我們去 那件事就會很順 那很棒 如果你看盤 或者你了解到 你身邊有些朋友 譬如是projector 你想叫他做事 或者你想 不要說那麼衰 就是點人做事 如果你真的想他做某些事 你有誠意 有誠意去邀請他 他多數都會答應 為什麼呢 因為projector 本身就是想幫助別人 是 是 是 但是最大的問題 通常projector 就是怕那一刻的邀請 不是真正的邀請 其實為什麼會怕呢 就是因為說很多話 那個怕是來自於 其實曾經很多次 可能自己衝過去 很熱心一頭熱去幫助 但是之後就出來 結果是不舒服的 可能很不自在的 慢慢去到成長了 其實慢慢就會變成了 例如剛才說的那些 是一大群人 站在後面看一看一看 我也有試過 有些朋友是這樣認識了之後 大家查看一半 是projector 所以我覺得很有趣 如果你們找人做事 我們都不會用projector 因為我們本身是projector 所以不需要projector OK 找一些generator MG 明白 projector是哪些呢 梁朝偉 周仁法 Brad Pitt Leonardo Dicapio 張曼玉 張子儀 你發覺他們很享受 Line 你看到劉德華那些就不像 只是做事 但梁朝偉 有些就很悠閒 話說 要放鬆一點 就是那個能量 有很多能量 對 張發又去逛山 你覺得對 那些演員全部都要讓人邀請去拍戲 他不可以說自己衝出去我拍一套戲 對 接著就是manifestor 就是顯示者 這些是老闆 老闆 老闆 領導人 100個人裏面有 100個百分之 為什麼這麼少呢 我們經常都會用業力 以前古代的 最少人 往往只有一個 接著就是 軍師也只有兩個 所以就只有二十多人 接著一班就是勞用家層 做事 去製造金字塔 所以manifestor 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感覺就是 好像很換低的性格 去指點別人 只是up的 你去做吧 但他最厲害的地方 因為他是能量場 剛才也說的 能量場是這樣的 焦點在地面 吸過來 manifestor 就是他向外擴展 所以他那一刻的能量場 是很強的 所以那一刻 很多時候都可以 影響力很大 所以很多時候 我以前都試過經歷的 就是我們有個群組 我們是projector 有個generator 有一個manifestor 有一個manifestor 那我就有個很棒的idea 有一個idea想做 然後manifestor 就說 我認識哪一個人 那個勢很強的 我認識哪一個人 我幫你找一個人 然後就真的幫我找一個人 其實都很得高望重 那一個人 那就真的成功了 因為他說的話 有時候很有份量 和氣場有關 所以很容易將那些事 可以顯化出來 是 有一個例子也好 大家經常都說 Lot of Attraction Lot of Attraction 大家曾經 可能一些朋友 都練習過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玩過 就是叫你去manifest 我去想像我自己成為的東西 有些朋友試過是work的 有些朋友是試過 又未必是那麼容易做到 很有趣 我當時聽到有一個 就是發言 就是為何這件事 對某些人會比較容易 如果他 譬如是manifestor 或者是manifestor 其實他們會 work得容易 因為他本身 其實自大就有一個能量 可以顯化一些東西 嗯 大家可能有看過 secrets 即是秘密 其實他本身就是manifestor 所以為什麼他會發現到這個方法 而且他又可以把這件事推展出去 因為他本身就是manifestor 對 但好像挺有型的 做manifestor 他的case有哪一個是manifestor Johnny Depp 因為說型的 Johnny Depp就是manifestor 有些什麼呢 就是毛澤東 希特拉就是manifestor 其實我覺得mg很著數 因為mg其實都有manifestor的特質 但mg可以自己去開始一些東西 你想想一件事 然後就可以去做 而你也有那個能量去做 因為m就是manifestor和projector 我們都有一個狀態 就是我們本身自大的能量中心 是沒有佔骨能量中心 所以我們的能量值 你當作玩遊戲 我們那條bar 是天生就短一點 少一點的 沒錯 我們需要g或mg在旁邊 因為可能他們會幫忙 其實也不是我們邀請他們做 是他們自高反應 說你們來幫忙 就OK了 或者就例如我們現在三條 坐在一起 你是mg來的 我們的能量就自動受你緊張 然後升級了 我們現在就會很精神 對 你一離開了 我們借了 立即退 如果projector 現在說回來 你自己去generate這些東西 那你說之前是不太好用的 那會不會很沮喪的呢 對啊 所以不是有beaterness 我們的lost cell theme 就叫做beaterness 就是寶劫 寶劫 它跟每個type 都有一個lost cell theme 例如你們剛好出錯 但是這樣做不到 但我們不是 我們就是沒有人認同 例如mg這些 mg這些不怕不讓人認同 對嗎 你衝出去吧 你正在做 那件事 還有mg有個特質 就是我想做這件事 我想到你也很棒 然後就一步一步去做 做一步一步去做 做一步去調整一下 你就可以了 就是找到那條路去走 所以是有 所以剛剛說 譬如manifestor 他lost self 然後就會憤怒 你想想皇帝 你不讓我管理 我殺了你 就是那個狗狗 我們特別想說一個類型 叫reflector 反映者或是反射者 你會見到圖裡 九大能量中心都是空白 佔了人口100% 就是只有1% 顧名思義反映者 就是它可以反映到 周遭這個世界不同的人 那個狀態 不同的特質 而另外一件事 除了反映人之外 它亦都在反映著 全世界的大氣候 那個能量 在當時有什麼狀態 亦都會反映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 在早年的reflector 他多數都會是比較迷惘的 reflector在這個世界裡 有一個很獨特的角色 因為他正正是可以反映到 或者感受到這個世界 每一年的能量是怎樣的 那麼human design 因為他正正有一個老師 是用來分析 每一年的榴槤走勢的 reflector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在決定事情的時候 他要經歷28天的周期 那為什麼呢 剛剛都說過 reflector的九大能量中心都是空白 正正每一天都可以感受到 他會有不同的energy 但是正正是因為這樣 他要經過這28天去沉澱一下 可能經歷六十四瓜 不同的能量 不同的性格之後 他先去作出一個決定 這個決定才是最正確的 如果不是他都是受環境 受不同的人影響 作出一些的決定 Welentime Hey what time is it? You know it's Welen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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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entime